大家好 歡迎來到聖經徵讀 今節我們會講耶利米書 主題就是聖經和耶利米書屬靈的信序 當我們一旦看到聖經屬靈的信序 就會領悟到耶利米書都是按照這樣的信序寫的 我們首先看到耶利米書屬靈的信序 我們看到聖經那邊有神是人的源頭 然後有人的墮落和有罪的歷史 然後有基督被救贖清義和做生命 然後有新約的內容和終極完成 最後有新耶路撒冷和周圍的列國 其實在耶利米書我們都看到這樣的信序 包括神說明是源頭和以色列是氣絕的 然後就是以色列成為邪惡的 然後就是公義的苗來興起 耶和華就是我們的意 然後就是新約的具體化 就是這個三一的神進入了人的裏面 而最後就是一連串 是關於列國的預言 因為在耶利米書當中 有很多種不同的分段方法 而這一種的分段方法 亦都給我們按照這個題目 主題我們就去看相關的資料 而我們會比較多去看預言的部分 我們一起看 在聖經當中述靈的順序 首先就是神各方面的源頭 聖經首先讓我們看到神是各方面的源頭 神創造了人之後 就向人說明自己是被人追求的真實 獨一的對象 也就是生命樹 然後就是人的墮落和罪的歷史 雖然神將人安置在生命樹前面 要人是有份在這個樹上的 人卻受到引誘 並且被吸引到另一棵樹 就是善惡知識樹 因為吃了這棵樹的果子 人墮落了 罪就進入了人的裡面 從此之後 人的歷史 不過就是一段罪的歷史 列國也一直在各方面的犯罪當中 後來神揀選了阿伯拉罕的子孫 作為神的子民 但是最終他們都變得和列國一樣 這種光景一直都是繼續到舊約的結束 接著就是公義的苗來臨 耶穌基督做公義的苗 無論他去哪裏盡職事 他都是遇到罪、死亡、鬼、邪靈 神是怎樣在創世紀二章 講明自己是生命樹 他向人說明自己是生命樹 是生命樹 並且告訴人 他來了 是要叫人得生命的 然後他上了十字架為人受死 為人完成救贖 即使神有立場赦免人 並且清義人 始終這位耶穌基督 做了人的救贖和人的公義 令到人可以從神那裏得著清義 基於這一點 基督這位神的化身 進入了我們的裏面 做了我們的生命 甚至做了我們內裏生命的裏 應該說是神報成肉身 大家明白就行了 好了 新藥 他的內容和終極的完成 主耶穌是為了救贖 我們死在十字架上前 就立了新藥 在他的桌子前 就立了一個律 就是作為新的藥 新藥聖經從使徒行轉 去到啟示讀的各卷書 都告訴我們新藥其實是甚麼 這個新藥的內容 就是三一神就在我們裏面 做我們的生命 我們生命的律 我們生命的供應 聖能和我們一起 令到我們在神的生命和聖情上面 由他來構成 直至成為他的廣憎 擴大 做他的豐滿 永遠的彰顯 而首先這個彰顯 就是各國的教會 地上的教會 其次就是國道 而之中在新天新地裏 新耶路撒冷 做神新藥的終極完成 而團體的彰顯 神到極點 也是直到永遠的 好了 接著就是新耶路撒冷 周圍的列國 在新天新地裏面 這個團體的彰顯 是為了列國所觀看的 列國要生活在新耶路撒冷的周圍 藉著這個城的光來行走 就是啟示錄二十一章裡這樣說 而從創世記到啟示錄的這些項目 讓我們看到聖經當中 屬靈的順序 好了 我們講這一段就講到這裡 待會回來我們再繼續